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時間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繼續是我們耀材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侯 娃妃 娃妃 你好 剛才我們說到國際油價方面有所回落 跟進了油價方面的走勢 這次跟大家說說油相關的股份 先說是883中海油這隻股份 見到今天的股價要跌 近30% 跌了4毫子 最新報是14.22 我們說相關的新聞 就是有報導講到之前 收購在加拿大方面的交易方面 有一個落幕交易 在融成重工方面 大股東方面有一個落幕交易 當中有些調查 中紀委方面已經加入了調查 你覺得這則新聞 對於交易的主角中石 中海油來說有什麼影響 現在看回中海油受到消息之後 其實股價今天跌得比較多 至於自己看法是否負面 或者有什麼看法 我反而覺得有可能倒轉看回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看回這宗交易 主要的合作夥伴 融成方面其下的主席 張智雄方面 之前就收購一些落幕交易 在偷捕 有少許可能 知道這件事發生之前 就買入一心股票 變相也有個不錯的利用 在獲利 所以變相有這方面的調查 但是到了這一刻 事件發展到什麼地步 最新來講 今天中紀委 即是中國方面的中紀委 就介入調查 所以變相這一點 其實好還是不好 剛才說到的 我正的看法來講 可能比較正面 因為大家都需要知道 中紀委究竟是什麼角色 因為傳統來說 中紀委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調查一些 國內的貪污 內幕等等的賄賂事件 這些部門 所以變相他們的介入 意味著其實他們都可能 是有少少背後上去看 是給美國那邊的姿態 其實他們中國都不會 坐視不利 或者不會不做事 所以變相他們 如果這一刻介入的時候 而最終調查到 可能真的只是張志榮本身 或者個別 一些中學校方面的高層 是涉及這些事件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 如果真的到時這樣 譬如逮捕了也好 或者叫做解決了也好 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中學校 收購離開心這方面的事件來看 可能是消除了部分的憂慮 所以變相我覺得 反而後面 收購國的所謂的小小半腳石 有機會消除一些 所以其實我自己對這件事 就未主要太負面 只不過內幕叫做 有這些消息出來的時候 股價都很自然地 就是被側了下去 但是我覺得這樣看 如果大家只憑這件事件 是叫做想炒回一轉 或者撥回一轉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以14元左右 看看現在有沒有機會 試回14元左右 如果去到14元左右 而有個支持的 撐得住的 才很少去試 因為所謂的小注 最主要是見到 可以炒回事件 上回大約14.6元 14.8元左右 但是從本身中學 由自己基本上講 始終從過去中期業績 看不論減產因素 或者產量不足因素 或者整份業績 都比較差 其實變相 基本上看 就一般 說明中長線 就不太建議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趁這一層 落到14元 短線 接近14.8元 這直播空間 我覺得可以少著它存在 好 還有883 都跟國際油價方面 掛勾性比較大 可以留意油價走勢 參考 另外一隻 油股 要講一講 編號 157 中石油方面 因為昨天網上有些文章 講到他們公司的董事長 蔣傑文失蹤 亦未講到他的去向 有很多猜疑 但今天公司方面 已經在官網發了新聞稿 明確講出 這位董事長仍然是工作當中 間接辟搖 但見到股價來說 要跌 跌近1% 跌了8.4元 現在最新報 就是9.07元 你又怎樣看這宗新聞 對於股價的影響 這宗新聞來說 我覺得對股價 或者中間油本身的運作上看 其實我覺得 不是太大的影響性 因為不斷強調 很多公司都這樣看 沒錯 個別的管理層 或者主席 董事長等等 一個叫離職 或者離任 可能對那一刻的震動性是有 但實質對公司上的營運 有沒有在 其實我覺得可以 不過答案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階段 譬如以中間油那麼大的公司 或者其他同類那麼大的公司計 不會說生一般沒有了哪一個 其實神經公司就會被拖下去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性比較低 所以便說 就算撇除 是不是真的病 失蹤 因素也好 就算沒有了蔣健敏 這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中社油方面 都未必會太過差 而且更何況 蔣健敏方面 自從2007年上任 中社油方面的董事長之後 其實可以見到同期 帶領中社油做得不錯 其實我也有相隔餘地 其實沒有 其實真的好為參叛 做於近期業績上看 其實依然是比較有參差 所以實質基本因素上看 其實真的比較一般 只不過你記得到 今天剛才阿密都說到 曾經全國失蹤 現在來說是澄清了 或者之前是病 去了別處醫 或者休養 直到這一刻 已經回到正常工作 所以我覺得事件 其實就是個別事件 令到股價是一兩下的震盪性 其實實質來說 我覺得未必對股價 太有個變化在這裏 反而最終來說 其實都是看回中社油方面 實質的前景點問題 因為實際說到 過去的中期業績 不論下游方面業務 其實虧損性依然存在之外 更加來說 暴利稅是見到一個減少了 但始終起經點上調的因素 始終跟現階段 國際油價的距離性 都依然比較大 其實暴利稅對它的影響 都依然是比較大的 而且更加方說 另一邊中社油比較憂慮 始終天氣方面的價格因素 在國內方面 都沒有一個很完善的機制 來理解價格 所以形成價格有一個逆差的因素 我覺得中社油的前景 是比較一般的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譬如說過中開油 可以小處去試 但中社油來說 這刻就真的不太建議住了 更加方說 從我的走勢上看 所以更加來說 是不斷一段一段走下去 更加走下坡 而昨天來說 本來都好像少少 撐住之前 低位九個二島的價位有個支持 但到今天裂口下來之後 九個二島的所謂支持 其實變了助力 你見到今早 曾經去到試過的位置 但之後來說 都是上不回去 更加不斷壓下去 所以我相信股價來說 有機會試回之前 大概十二月左右的一個低位左右 挨近大概八個八豪嶺這價位 應該才有個選定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看 現階段的價位 就真的不要去搏 反而來說 看看接下來八個八豪二 八個八豪三這價位 有沒有支持位置 中社油 這次高層方面 失蹤的傳聞 對於股價來說 影響都不會太大 講完傳聞之後 講一講 公司方面 關於官方的消息 好像編號三百六的中石化 母公司方面 中石化集團 昨天宣佈了重組計劃 將連化工程的業務 註冊為獨立公司 註冊資本是三十一億元人民幣 其實早前也有報道說 中石化集團計劃 在2014年 將這個業務分拆 之後來到香港 以H2的方式上市 其實今次這個先行註冊 其實真的有理會 日後來分拆去上市 你怎麼看這宗新聞 對於股價方面 或者公司方面的影響 以中石化來說 其實個別油股 都有不同的消息影響 或者令股價比較錯 剛才講到中學油有 中石油都有 連中石化也有 最新來講 Same Admac也講到 中石化最主要來講 就是重組方面 母公司重組方面的因素 特別之前 母公司中石化集團 叫重組這個消息 其實講了一個多兩月 不斷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意知事實 只不過遲遲都沒看到 真正的動作是怎樣做 但到這一刻 看到他都將其下的 一些工程方面的業務 都叫真正註冊的時候 變相我看 其實有少少就是 他整體母公司 上市做Polo 所以說真的是不是好 或者是壞 其實現階段是比較難判斷的 但我自己這樣相信 始終沒有公司 去到整體上市 或者有一個雜資因素的時候 不多不少 應該是比較有少 傾向你很多 但只不過你看到 中石化 發現這幾天比較跌得多 我覺得 看回各別因素 像剛才講到 剛剛上一節尾 也講到油價方面 這一股比較繁複 但始終都靠近更高位的時候 其實變相對中石化 依然有一個比較差的影響性 更何方 從中期業績好 或者近幾次都好 那個煉油化工業務的虧損 都依然是有問題存在的 同時來說 就是見到近期 譬如上個月也有一個上調整的機制 也衝勁著 未來也依然會有 但始終所謂這個機制 不斷說都比較滯厚 所以對整個中石化 煉油化工的虧損性來說 就未必有太大幫助 所以變相你見到這一刻 股價穿了50天線的話 形態上看是比較弱一點的 我覺得有機會試回大概6.6 這價位才會有喘認 好 跟著中石化 現在這一刻最新的造價 跌了超過2% 跌了1.5% 最新部6.9毫半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謝謝Rafi對三大油股的分析 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說的幾隻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Rafi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有直播時間 大家不要走開